就是我们现在在分析到的原油 原油射击之心垂头形态 再现日本蜡烛图技法之精髓 日本蜡烛图技法之精髓 大家注意看我画的三个正方形的形态 一二三 射击之心垂头形态 或者把它称之为倒垂头 倒垂头是反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原油的这笔交易当中 四小时它所完成的这种K线的组合形态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 去分析到或者去讲解到这种顶部的经典的形态 它在原油当中出现过三次 所以说很多同学去讲说老师这个顶部形态 什么时候可以做 什么时候可以做空 我们昨天下午再去谈这道 原油在这个价格在64附近 是可以去高空的位置 对吧 结果在昨天晚上它就出现了这样的形态 其实像当这个锤子形态出现在我们昨天想去高空原油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构成了原油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场地 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个当这个K线走完之后 就是原油非常好的入场地 昨天晚上也有同学跟我讲到说原油入场的第一目标放在哪 第一目标放在哪 那么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原油现在的一个走势 原油现在的一个走势是一个空头走势 所以说我们在高空的 有手里持有原油空单的这些投资人 那么首先第一在63这个地方要考虑去减仓部分 要考虑去部分平仓 一定要考虑去部分平仓 那第二个目标的话 我们应该去看置在前方的一个低点 也就是在62附近 所以说原油这一波如果点次上去再次下行 为什么会点次上去再次下行 因为这个地方形成了三次顶部的形态 两次设计之星 一次垂头形态 这种顶部的组合将原油的一个上涨 强烈的压制在64附近 所以说这个地方空头应该是继续持有它 但是前提是在63这个地方 应该考虑先部分平仓一步 然后我们再期待原油能不能在今天下挫到62 如果下挫到62的话 我认为原油的这个多 原油这个短期的空单的交易 我们就可以全部了解 如果是用损益笔来去度量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笔交易整体下来的 这笔交易整体下来是一个 整体下来是一个将近一比三的损益笔 所以说从交易质量来去鉴定它的话 它也不失为一笔好的交易 这是原油的一个空单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做空原油和做多美加 我认为在两者当中选择一个就行了 昨天有同学 我看到有同学在下午 在下午我们在亚洲盘讲解 结束之后 它的美加的空单 它的美加的多单就挂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加比 它的美加的多单就挂进去了 那么我们昨天的入场点是在1.2760附近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挂单做过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挂单做多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昨天的思维 再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路径 这是大家去复盘学习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的方法 那头肩底结构是吗 头肩底结构不光是出现在四小时日线级别 甚至是一小时图当中 它在15分钟当中 甚至是五分钟当中 也有非常多的头肩形态 比方说顶部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个头肩形态 价格走上去 回踩回来 再次走上去 创造一个高点 再次下来 回踩补破前高 构成头肩形态的右肩 它就形成了一个头肩顶形态 价格再次回落下来 点次到低点 上涨上去 下破下去 没创新低 再次上涨 再次下 再次回踩 不破前低 是不是构成了一个头肩底形态 头肩底形态 所以说我们再去 我们再去学习这些形态的时候 如果把它在盘后拿过来 进行学习和复盘的话 我们会发现曾经学过的形态 多次 屡次 大家都刚发现了一个头肩底形态 屡次 真的 中途 我装做了一个头肩底形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